大家好,我是心意 我擅长用美誉提升学生对美的感知力 协助孩子们学会用一双美的眼睛去发现生活中不一样的地方 上周有个孩子在画画课堂上玩手机 我看到后,单单是不作声地靠近他 就把他吓得手机掉到地上摔碎了 看到他强忍着泪水,把手机装进书包 我深深地能感受到,面对现代父母这个心头大患 真的是很难一锤子搞定的 学者李敖在北大演讲时曾说的一句话令人深思 人要实现自由,必须反求诸己,对抗掉自己的本能 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心所欲,任性而为 人只会被生存惯性牵着彼此走 而只有对抗住本性的诱惑,才不至于沦为自我的奴隶 这才叫自由 我想这个道理其实谁都懂 但是到了现实,真的可以从生存惯性中挣脱出来 是需要强大的定力的 当一个定力不够的孩子,已经开始有些上瘾状况的时候 比如像我的这位学生,一边画画一边偷偷玩手机游戏 老师家长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特别理解他 大人都拒绝不了手机的诱惑 更何况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 但说句真心话,事发现场,我心底里生发出帮不上忙的无力感 课后,我打开手机 决定查一查那些专家们怎么说呢 一打开手机,算法就给我推荐了很多沉迷手机危害的文章 虽然都是些老生常谈 但看到有篇文章标写 马斯克关于孩子玩手机的警告 忍不住点了进去 这一点可不了得 算法又推荐了很多条 看标题条条有理 于是我相继看了好几条 看短视频容易激活大脑成眼行为 导致记忆力和专注力受损 算法推荐我们观看喜欢的视频 越看越上眼 会花很多时间玩手机 大脑适应了手机的强多巴胺刺激后 容易抑郁和焦虑 使用智能手机时间过长 儿童发育中的大脑会萎缩等等 这么多条专业视频 让我一边看一边心有余悸地感慨到 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 大脑被碎片花信息充斥 神经不断被高强度刺激 真的是好可怕呀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突然惊觉 自己的能量这不也被手机吸走了吗 还研究什么孩子的上演行为 人根本就是活在本能惯性里的呀 由此我想到 手机说白了只是一个信息工具 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只取决于使用它的人 而孩子是相对缺少自我觉察 活在本能惯性中 比较容易任性而为的特殊群体 所以归根究底 真正要解决的 是孩子是否沉迷的问题 专栏作家蔚蓝 在著作《反本能》中 详细地描述过这种情况 知道熬夜伤身 可就是抱着手机刷个不停 知道运动很好 可就是懒得动弹 知道发脾气不对 偏偏压不住怒火 知道要与人为善 但经常指责欲爆棚 蔚蓝说 人太容易被原始基因驱动 而只有战胜自己 才算得上高级生命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作家提到的是战胜自己 而不是战胜别人 所以提升自己 战胜自己最快的方式 就是在于反本能 许多人会说 到底从哪一天开始 玩手机就变成孩子的本能了呢 答案是 不是从哪一天开始 这个本能 我们原始基因里就有 我们的思维 早已被手机的内容影响 就像我在解决孩子 成名游戏手机这个问题时 下意识会求助手机 而不是分析孩子 表象问题背后 真正存在的原因 包括在搜索解决方法时 也会首选点开那些 类似一分钟 将你解决孩子 成名手机问题 三句话 让你的孩子不再碰手机 这种标题的内容 我们已经太习惯 这种快速解决问题 一分为二 给出结论的 伪高效 节奏了 孩子也一样 这才是成名手机 真正带给孩子的伤害 也正是我们在解决 这个问题时的 唯一方法 其实 允许孩子适度地玩 又要防止他们沉迷 虽然难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这里 我归纳总结了 几个可能有效的方法 聪明的父母 说不定可以拿来用一用啊 一 给孩子一些 能静下来的时间 短视频 网络游戏 最大的问题是太快了 快到无法让人静下来思考 但学习又恰恰是最需要 花大量时间静下来 专注 静下来思考 静下来一点点开悟的过程 我能想到的第一个 让人静下来的好习惯 就是阅读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阅读 更能培养孩子静下来的习惯的了 如果在家阅读容易分心 可以为孩子找适合阅读的环境 比如把阅读的地点 放到图书馆的自习室 让他被动静下来 给孩子选书籍类型时 建议先从兴趣入手 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 长时间阅读的习惯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老本行 兴趣爱好 心理学家米哈里提出 我们在从事喜欢有挑战 且擅长的事实 比如打球 舞蹈 乐器 绘画等 容易体验到全身贯注 忘我的心流状态 但因为心流会产生上瘾性 所以我们需要引导孩子 从一些正向积极的兴趣活动中 经历心流体验 转移注意力最好的方式 是让孩子产生兴趣 当孩子发现了 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事物 不用催都会放下手机 去主动去做的 二 合理安排学习的拉伸区 什么是学习的拉伸区 这个词来自一本书 认知觉醒 书中提到 在安排学习计划时 应该让自己时刻 处在舒适区和困难区中间的拉伸区 处于困难区 难度太大 容易产生为难情绪 处于舒适区 难度太小 容易变成低质量勤奋 只有处在中间的拉伸区 有点困难 但努努力就可以完成 才能既有挑战感 又有成就感 三 高质量陪伴 高质量陪伴就是 你要让孩子看到 你在和他一起成长 最好的陪伴不是监督 是让孩子意识到 你在陪他一起变得更好 最后 感谢您的认真聆听 今天的画是一幅 高阶水彩明度练习 只用一个色彩完成的 希望可以为渴望提升画迹 发展兴趣爱好的同学们 带来积极练习的动力 对于渴望看到孩子 变得更好的家长朋友 希望心意的分享 可以助您在育儿的路上 轻松驾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再见啦